香弄里铁皮屋被焗烘火光吞噬 浓烟大量喘出 听到有声音我就出来了 还不上去救了 还在场不在哪里站 看着火势越烧越烈 悟性男子焦急难耐 牵挂着同居人和孩子的安危 不要这样 清晨四点半 苗栗市围翔街的香弄里发生火警 铁皮夹盖的平房 里头使用木造格间 大火迅速喘烧开来 一二楼之间的楼板经不住高温塌陷 48岁的蔡沁夫人和15岁 就读果二的女儿 来不及逃生双双城市火场 火势是三户联洞 那因为共用铁皮屋顶 所以9号跟11号都已经烧穿了 一家三口生活原本就过得很困苦 在小妹妹裹小时 就开始跟着母亲时光维持全家生机 只要小身影 在这比自己重几十倍的回收 连上少了童年该有的无忧无虑 一年多前上了过中家境没有改善 问他需要什么帮助 满心挂念的只有要把书念好 希望有一台电脑可以帮助我做功课 同学红着眼眶折纸和为蔡小妹妹助导 但是缺席的座位主人再也回不来了 记者彭志明维珍苗栗采访不到